嗨 大家好 我是趙佑 如果說有一種訓練方法 可以讓你多長一倍的肌肉 但是訓練量不變 你會想要試試看嗎? 一直以來我們常會思考這樣的問題 第一個禮拜到底該訓練幾次 才會有最好的效果 每次練全身比較好 還是分成不同的肌肉訓練比較好 我們要不要天天重訓 還是練幾天就休息 今天我們要用最新的科學研究 來回答這些問題 那我們就直接開始吧 首先讓我們先來定義一下 什麼是訓練頻率 所謂的訓練頻率 就是指你每個禮拜訓練某個肌群 或是做某個動作的次數 舉個例子 如果你每週做兩天上半身的訓練 和兩天下半身的訓練 那麼你的每個肌群的訓練頻率 就是每週兩次 那到底什麼樣的訓練頻率 最有利於肌肉增長 我們又應該安排怎麼樣的訓練計畫 為了回答這些問題 我們來看看最新的科學研究 會看我頻道的觀眾 應該都非常注重外形 但是我發現男生好像都對臉部保養不是很在意 我自己以前也是這樣 最主要的原因就是懶惰又怕麻煩 不過我現在快要40歲了 肌膚狀況真的沒有年輕的時候好 又必須備戰馬拉松 每週都要出去外面練跑曬太陽 跟大家分享這瓶日本 三德利的范倫紳紳士多效活顏精華 我用了一陣子之後覺得很讚 肌膚保養很有感 而且范倫不只是在日本賣到缺貨 最近台灣也有很多人在介紹 它有獨家WOW技術 一瓶包辦化妝水 精華液 乳液乳霜三種效果 根本是懶人救星 只要一瓶All-in-One 30秒完成肌膚的全面保養 日本三德利專門為男性添加了獨家研發成分 威士忌筒精粹 烏龍茶精粹 並搭配肌唇跟六升鈦 可以幫助男生延緩肌膚老化 水分不流失 肌膚好滋潤 出油減少維持好氣色 使用上也很簡單 先按壓在手上 直接點到臉上後抹開 你會感覺肌膚上好像有一層保護膜 這個保護膜很快就吸收 不會感覺油油膩膩 保濕也不容易出油 讓肌膚維持舒闖狀態 我用了一陣子之後覺得 肌膚變得保濕 不會看起來乾乾的氣色不好 而且保濕做好後出油也有變少 真的很有感 我自己的習慣是在家裡跟工作室各放一瓶 平常睡前洗完臉之後保養 或是在工作室運動完盥洗後順便保養 真的超級方便 而且很輕鬆30秒就搞定 很適合我這種保養懶人 范輪也有三種不同的香味 經典木質調適合沉穩熟男 原調則是淡雅的花香 適合年輕活潑的街頭帥哥 清新調是我最喜歡的 清爽的柑橘味跟運動風很搭配 如果真的不知道怎麼選擇味道 范輪也有推出10日的體驗盒 裡面也有20毫升的經典調 還有原調款跟清新款各一毫升 體驗盒原價780元 現在首次升級體驗只要390元 讓大家可以簡單入手使用 范輪都是日本製造 品質安心有保證 而且全台免疫費超划算 想要輕鬆做好肌膚保養的朋友們 千萬不要錯過喔 沒有想過要保養的 也很推薦從范輪開始試試 維持年輕好氣色真的跟健身一樣 會讓人更有自信喔 現在還有雙11優惠 直接買大瓶的不只限責300元 還有機會抽范輪聲勢極味罩 可以洗淨男性特有體味 相關連結我放在影片底下 千萬不要錯過囉 啊對了 范輪系列還有洗面乳 洗起來鎖水不緊繃 在使用O1保養前使用 會更好幫助精華吸收 從深層幫你做好簡單保養 在這篇綜合分析中 研究者人員特別挑選那些 訓練容量相同的研究 也就是說無論一個禮拜訓練幾次 每週的總訓練量都是一樣的 這樣做是為了確保我們 能夠準確比較頻率這個變因 而不是訓練量高低的影響 畢竟很多頻率較高的練法 會自然讓訓練者累積更多的訓練量 那這項研究得出什麼結論呢 首先研究人員 將訓練頻率簡單分成 較高和較低兩組 結果發現 較高的訓練頻率 確實能夠帶來顯著更多的肌肉增長 但是這個差異並不明顯 並沒有達到統計上的意義 簡單來說 有差但是差不多 這樣看起來 一週多練幾次好像沒有什麼幫助對吧 不過研究還沒有結束 研究人員做了一個分析 他們把訓練頻率視為一個連續的變量 範圍從每週訓練一次到每週訓練六次 大家可以猜看看結果如何 他們發現了訓練頻率跟肌肉生長 呈現一個正向的線性關係 也就是說 隨著訓練頻率的增加 肌肉增加也在穩定的提高 更具體來說 每增加一天的訓練頻率 平均可以帶來22%的額外肌肉增長 所以一週只練一天跟一週練六天相比 肌肉增長可以差到一倍 這個研究很明確靠住我們 增加訓練頻率 確實可以帶來更多的肌肉增長 不過先不要急的把你的訓練課表 全部刪掉重新安排 這個研究還有提供一個需要考慮的資訊 研究人員發現 訓練頻率的正面效果 在不同情況下是有差異的 具體來說 上半身對比下半身 訓練頻率增加 對於上半身肌肉的影響 通常比下半身更大 新手對比老手 對於訓練新手來說 增加訓練頻率的效果 比有經驗的現身者更明顯 低容量對比高容量 在總訓練量較低的情況下 增加頻率的效果更加明顯 這些發現 可以幫我們更深入的檢驗訓練課表 如果你是個訓練新手 或者是你的訓練量不是很多 那增加訓練頻率 可能會帶給你更多的好處 但如果你已經是個訓練老手了 而且每週的訓練量已經很大了 那麼增加頻率帶來的額外收益 可能就沒有那麼明顯了 那我們來思考一下 為什麼更高的訓練頻率 會導致更多的肌肉增長呢 研究人員提出了幾種可能的解釋 第一種解釋是關於訓練量 我們都知道訓練量跟肌肉增長是有相關的 如果我們把訓練分散在一週不同天裡 可能就能夠完成更多的總訓練量 舉例來說 假設你預計在胸肌訓練中 完成100下的胸推 如果你一次完成這100下 可能到後面你會因為疲勞 不得不減少重量 但是如果你把這100下分成兩天完成 每天50下 你可能就能夠在每次的訓練中 使用更重的重量 進而達到更高的訓練量 第二種解釋 牽扯到了肌肉生長的機制 每當你訓練一個肌群時 你就會增加肌肉蛋白合成的速率 這個過程是肌肉生長的基礎 但是這種增加並不是永久的 通常這種增加只能持續48到72個小時 也就是說 如果你每週只訓練一次 那麼在這一週的大部分時間裡 你的肌肉蛋白合成率都是沒有增加的 但是如果你增加訓練頻率 比如每週訓練三次或是更多次 那麼你就有可能在更長的時間內 保持較高的肌肉蛋白合成率 這可能就是更高頻率訓練 能夠帶來更多肌肉增長的原因之一 這就好像你幫植物澆水 如果你一次澆很多水 但是間隔很長才澆下來一次 植物可能會經歷乾旱起 但如果你經常少量澆水 植物就能夠一直保持適度的水分 可能生長更好 現在我們已經了解 更高頻率訓練的潛在好處 但這是不是代表 我們應該盡量提高訓練頻率呢 答案是不一定 首先我們要注意 這項研究中的高頻率 通常指的是每週三到六次 我們需要考慮每個人的時間跟盡力 對於很多人來說 每週進行三到四次高品質的訓練 可能比勉強擠出時間 進行六次訓練更實際 也更容易堅持 畢竟最好的訓練計畫 是你能夠長期堅持的計畫 那我們應該如何將這些研究發現 應用在實際訓練中呢 第一 如果你目前的訓練頻率較低 比如每週只能訓練一到兩次 考慮增加到每週三到四次 可能會帶給你更好的肌肉增長效果 第二 如果你已經在進行高頻率訓練了 比如每週五到六次 那麼可能不需要再增加頻率了 你可以專注在增加訓練的強度或容量 第三對於初學者來說 從中等頻率開始 比如每週三次的全身訓練 可能是一個不錯的選擇 隨著你的進步 你可以逐漸的增加訓練頻率 第四 上半身肌群似乎對高頻率訓練的反應更好 所以你可能會想要為胸肌 背部和手臂安排更頻繁的訓練 第五 如果你的總訓練量不是很大 增加頻率可能會帶來更明顯的好處 但如果你的訓練量已經很大了 那麼增加頻率的效果可能就沒有那麼明顯 沒有一種訓練方法適合所有人 你需要根據自己的目標 時間安排和恢復能力 來安排最適合你的訓練計畫 不要害怕嘗試不同的訓練頻率 看看什麼最適合你 以上這就是今天的內容 希望這個影片能夠幫助你 更好的理解訓練頻率對肌肉增長的影響 最後我想要知道你的想法 你一個肌群一週都會訓練幾次 底下留言跟我分享吧 那我們今天的影片就到這邊 如果覺得我們影片有幫助 也歡迎加入頻道會員 或是點擊下方的超級感謝 支持我們做更多的影片 喜歡影片的話 也請幫我按讚分享訂閱 也可以按下訂閱旁邊的小鈴鐺 這樣就可以在第一時間收到新影片的通知 也可以follow我的IG跟LV 我們就下一次見 謝謝大家 掰掰 掰掰 拜拜